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二个阵性是脾胃虚寒 脾胃虚寒它的边血是什么颜色呢 是紫暗的或者是黑色的 伴有呢 胃腕腹部的隐痛 它这个痛是隐痛 而且呢 洗温洗暗 在伴随有病人呢 有 气寒之冷 臘叉 变糖 神皮乃炎 伴随有一些气虚的表现和脾虚的表现 另外呢 还有呢 病人 洗温洗暗 气寒之冷 一些阳虚的表现 舌 但脉弱 脉弱 这就是脾胃虚寒的一些舌脉 在治疗上面的话 经常病人是因为脾胃虚寒导致的 那么治疗应该是什么呢 由于是脾胃虚寒引起的 那么治疗应该是什么 温阳健脾 阳血之血 长样的花也就是比较有名的一个方 叫做什么 黄土汤 黄土汤 方基组成的话 大家要掌握 黄土汤有哪些药物组成 黄土汤是临床上常用于治疗便血 以脾胃虚寒为主的便血 临床上如果病人 以便血为主的话 我们还加上一些收敌止血药 如果胃寒之冷 以阳血为明显 为主要症状的呢 要加上一些温阳的药 其中有鹿角霜 还有呢 泡浆 艾液 就是温阳之血药 下面一个阵型我们讲尿血 尿血第一个阵型是下胶湿热 下胶热胜 它便正一致呢 第一 小便是灼热防吃 尿血是嘛 鲜红的 半身有心烦口渴 念赤口窗 叶末不灵 舌红外术 这是尿血下胶热胜的临床表现 它的治疗以清热泄火 凉血之血 才用什么法 我们在 在令症里面 也学过 在农病里面也学过 用什么 小剂影子 如果变得以热为主的 加上黄晴天花缓清热 尿酸家有血块的呢 那么 在凉血之血的同时 还有什么 掉活血 加上浦黄和红花 这是下胶热胜的尿血 第二个是以阴虚火腕为主 阴虚火腕的临床表现呢 它觉得是小便短吃 带血 帮血一些阴虚的表现 如头晕墨旋 腰漆双远 口肝 全红 手足朝热 等一些阴虚的表现 从舌相来看呢 舌红 扫胎 麦是细硕的 虽然麦硕 但是有阴虚的表现 那么还表现细 麦细硕 它的治疗原则呢 以滋阴降火 凉血 滋血 常用的方用什么方 滋百地方丸 在这个方里面 因为滋百地方丸里面呢 它主要是以滋阴 清热 滋阴降火为主 但是呢 里面呢 没有 止血的成分 我们呢 必须加这些 凉血止血药 我们可以加上小剂草 大小剂 是吧 还有呢 鲜河草 这个 还有呢 也可以加上三七 等等 三七粉 如果变成以阴虚潮热为主的 那么我们在这个方里面呢 加加重呢 一些 这个滋阴清热的 清虚热的 如地骨皮 白尾等 以清退虚热为主的一些药物 这是 硬虚火旺行 第三个阵型是 皮肤铜血 皮肤铜血 它的临刷表现是 酒 病 尿血 反肤发作 伴有食少乏力 气短身低 表现呢 面色苍白 或者是呢 皮肤有 紫巴 齿钮 舌大脉弱 它这个病成特点呢 皮肤铜血 那么它取了有尿血的表现 病人还表现有 皮肤有 有指斑 有齿钮 或者呢 牙齦的出血 齿钮 牙齦出血或者是有鼻钮等等 这是 皮肤铜血 那么 它的治疗原则是什么 不比义气阳血之血 代表方呢 用龟皮囊 好你请坐下 我想在这里提个问题 血症里面有很多阵型用的了龟皮糖 大家思考一下 哪些 阵型里面用的了龟皮糖 比如说有鼻钮齿钮 克血吐血 是吧 便血和尿血 我们现在讲的这些阵型了 这回去以后大家呢 归来一下 有多少个阵型里面用的了龟皮糖 有多少个阵型里面用的了龟皮糖 有哪些阵型里面用的了 脂白地荒丸 啊 就是说 比如说你同样是 很多 你比如说是 吐血里面 是吧 有没有用到龟皮糖 科血里面有没有 大概就是归来一下 这是 中医的 这叫做 疫病同质 是吧 鼻部同质的 这法呢就是 补皮液气生血 方用龟皮糖 你沾上龟皮糖里面 也是加上羊血 治血药 如果气虚 表现气虚为主的 气虚下限的 那么我们要加一些什么 生麻 柴虎 液气生羊 还可以用什么呢 合用什么呢 补中液气糖 这是尿血 尿血的第四个阵型 是 盛气不顾 盛气不顾 临床上 取了有 酒尿 酒病尿血 血色淡红 尾腕 还表现什么呢 一些盛气的表现 尤其是 鉴于老年人 表现什么 雕霜耳鸣 是吧 神皮乏力 投云末血 哎呀 是大脉承弱 这是生气不顾 一些表现 呃 另外呢 还有一些什么症状 另外病人取了尿血 还表现什么 有时候呢 小便 平 是吧 就是滴滴不尽 有一些盛气的表现 他不干涉 说啊我这个有尿血的病人 取了尿 到里面排出血湿 或者是带有血液的话 还有呢 一些盛气的表现 老年人盛气的表现 有很多症状 是吧 嗯 这是 盛气不顾 的 一些临床表现 他的治疗原则呢 是以补益盛气 固色止血 用五比三药网 啊 劳令里面也用到五比三药网 三药网 里面呢 要加上一些止血的药 用鲜河草 子猪草 同时呢 还要加一些什么呀 固色止血的药 是吧 固色止血药 哪些固色止血药 好 大家回去看看 这个自己到这临床上应用的时候 考虑一下 虽然 要五比三药完的话 我们要加一些呢 呃 固色的药 止血的药 止血的药 我们可以加上鲜河草 或者是大小剂 是吧 固色的药呢 既要不胜 又要止血 好 下面呢我们讲止斑 先给大家看看那个 这个图片 是吧 这个可能是 这个也看不清楚 这是一个变成是一个 皮下出血 看下一张 这个也看不清楚 看 这个都是一些 皮下出血点 看不清楚吧 那下课以后 你们到这个电脑上 可能看清楚 这个可能是打上去 可能看不清楚 也是这一块 这个看清楚吧 这是一个腹部皮下的一个 一个出血 约点 看没有 还这里一个很大的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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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一个一个 一个预班 那么止斑的概念是什么 哎 指斑的概念是什么 我们刚才上课之前已经 温习 预洗了一次 皮下出现 亲子预班 是吧 谁是由于呢 血液不虚 肠道 溢出于膜外所引起的一个病症 就是 那么预班的发子 它临床上分为哪些症性呢 第一个是热胜破血型 热胜破血型 它的临床表现 第一点就是皮肤出现亲子预班或者是斑块 半水有什么症状呢 半水有什么症状呢 有热胜 火热 偏旺偏偏的表现 有发热 口渴 电臂 甚至呢 还有其他部位的出血 比如说鼻牛 齿牛 便血 尿血 它除了有皮肤亲子预班 以外呢 还出现其他部位的出血 同时呢 半有发热 可可 便秘等一些热相 舌红 太华 卖玄缩 都是热胜破血的一些表现 治疗 以清热解毒 凉血之血 用实非散方样 但是这个方的话呢 先看看这方的组成 方里面有大小剂 侧薄液 白毛根 清热凉血之血 中铝皮 是收敛之血 看啊 这里出现一个收敛之血啊 大黄 通腐 卸热 加上单皮质子 清热凉血 这个方里面 如果 以热相为主的话 我们呢 还要呢 什么 加上清热解毒的药 是吧 热度之送的话呢 那么要加强清热解毒的药的作用 所以加上什么 生石膏 龙丹草 紫草 紫草 这也是凉血的药 是吧 凉血 并且呢 充服了 充服了止血痰 这是热送破血引起的止斑 第二个阵型呢 是阴虚火腕 阴虚火腕导致的止斑 治疗 以滋阴虚 齿牛 或者是月经过多 或者是两圈红齿 口科心烦 手足心热 还有潮热倒汗 这是一些阴虚的表现 从舌脉来看呢 也去看就是阴虚 内热破血万行 是吧 这是阴虚火腕导致的止斑 治疗 以滋阴降火 凌落止血 发用什么 茜根散 茜根散里面有茜根 黄芹 臭围叶 这几个药呢 主要是清热凉血之血 加上 森蒂阿胶 滋阴 凉血之血 然后干草喝中 在这个方里面 还可以考虑用什么方呢 自活地方丸 自活地方丸 这个呢 是知阴清热 知阴降火的 所以呢 在这个方里面 如果茜根散里面 它是偏重于止血的 合上自白地方丸 那么这个方的话呢 既能知阴降火 又能淋透止血 所以这个方呢 是比较完整的 这是第二个 阴虚火万行 临床应用 如果允许矫盛的话 我们呢 在这个方中加上 滋阴 滋阴的药 加重滋阴的药 有玄神 龟板 女真子 还有呢 汉莲草 临床上面呢 尤其是女真子和汉莲草 呃 对于这个子斑的 或者是血液系统的 一些初学的病人 用的很多 常常用二十到三十 如果以潮肉为主的 我们就加上 地骨皮 白尾 橙酒 清退输热 盛阴虚虚的 用六味地方丸 加上粮血止血药 如果以盛阔为主的 是吧 如果有阴虚火万的呢 刚才我们说出来 用直白地方丸 这是阴虚火万行 子斑的第三个阵型是 气虚不涉 气不涉血 它的辨证依据 也就是第一 出现 皮肤的淤点淤斑 另外呢 就是病情 反复发作 病 病成呢 比较长 是吧 就是久病不遇 神皮乏力 表性呢 除了有皮下的出血 反复发作以外呢 还有气血 气血的表现 气血表现具体表现哪些 一个是头晕 墨血 神皮乏力 面色呢 表现是尾黄或者是苍白 从舌下来看 都是以舌大脉弱为主 这是气不涉血 气不涉血的治疗 以补皮液气涉血 方样呢 又是龟皮汤 平常应用 在龟皮汤上 要增强 止血的药 具体哪些药 我们已经说过 好多次了 大家都应该掌握了 另外呢 身心不足 要再加上一些 滋补 滋补性的 那个补性的药 用三菊鱼 兔狮子 熟断 等等 这是指斑 第三个阵型 气不涉血 身上面呢 我们已经把血症的 整个说是六大阵型吧 都开始讲完了 第一个阵型是溜血 溜血里面包括鼻钮和齿钮 是吧 第二个呢 就是呢 是 卡血 或者是克血 第三个是吐血 第四个呢 是便血 第五个是尿血 第六个是止斑 这些 症里面虽然症比较多 症型也比较多 但是呢 就是咱们血症的话 病激症病激盖尔说 无论外会什么呀 两大方面 是吧 对 一个是火热偏盛 破血万行 另外呢就是什么 气虚 气不涉血 是吧 所以在临床上面呢 我们要根据病人 驱血的部位不同 那么呢 辨证他临床伴随的症状 根据他的临床 临床的伴随症状 我们呢 辨证分析 这是我们讲的血症的几个阵型 下面呢 我们分析一个病例 好 我们看看这个病例三 这个病人姓于 16岁 他的祖师是 反复皮肤淤斑淤点6年 月经淋漓不尽 两个月入院 犯者6年前 因皮下预斑 在中三医 整断为 特发性血小板 减少性指电 长期服用析数治疗 这个病人服用析数治疗 以后呢 症状稳定 稳定了一段时间 但是 常常因为受凉 或者劳累以后 症状有反复 今年7月以来 月经淋漓不尽 为了进一步治疗呢 就 到了我们科 入院的时候 查的血小板是29 正常是多少呢 正常是 100到300 100到300 这是29 或者是说 10万到30万是正常 这里是29 随便呢 入院的时候 乏力 心烦 口干 倒汗 而且呢 这个小姑娘因为长期吃激素 比较肥胖 脸呢 是潮红的 蚌蚁脸潮红 蛇子淡红的 没有什么胎 麦气 烧素 这个 从这个病史分析下 这个病人 诊断是什么病 根据变成的临床表现 变证为什么症型 密末直选 刚要是要欠 欠潮 伞 加 欠跟伞 欠跟伞 加持把病好玩 嗯 好 请坐下 刘建文 有气虚的表现 实际你先告诉我 这个病人的诊断 呃 首先是 那是血状 反腹 比乎 愈疤 然后是 雨点六年 嗯 长期肯定是 所以会造起 气虚跟 阴虚 嗯 然后 呃 日后 乏力 心烦 口肝 倒汗 都是 阴虚 但是根本间有 呃 气虚的表现 呃 两群 呃 两群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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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治疗呢 呃 治疗是 呃 我觉得应该是 治疗一气吧 方耀 跟刚才的 治疗 地方王 再加生卖 加生卖 嗯 请坐下 呃 刚才第一位同学是 治疗地方王 和 倩根山 这位同学是 治疗地方王 加生卖山 是吧 黄庆悦 呃 方耀 那里 这是 紫白地环王 你告诉我 他的诊断 是用 益气 养婴 呃 呃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 止血 活络 通路止血 呃 用方 主要是 自白地环王 刺根山 再加 重 脂婴 补气的药 脂婴补气的药 嗯 嗯 好 请坐下 呃 这个 病例大家呢 都分析的 呃 都都分析比较正确 这个病例呢 是一个 他的祖说已经告诉我们了 反复于斑 皮肤于斑于1.6年 月季零零不进2个月 所以这个病史从 这个病例从病史上看 是什么呢 是指斑 血证的指斑 他的辩证依据是什么呢 是什么阵型 刚才同学都说了 第一 表现有阴虚的表现 是吧 阴虚的表现表现在哪些 有 心反口干 倒汗 还有呢 两全发红 所以首先看呢 舌半红 少胎 卖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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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以阴虚为主的表现 那么 还有呢 刚才同学说了 还有一些气虚的表现 但是呢 以阴虚为主 所以我们治疗呢 要以滋阴降火为主 滋阴降火 当然呢 凉血之血 我们可以在 脂白地华丸的基础上 脂白地华丸 河上 欠根散 在基础上呢 可以呢 适当的加一点 补气的药 加什么药啊 四菌子汤 我这里 自白地华丸里面 已经有 八味药了 再加上 千根散里面 又有 啊 这就一个很大的方了 再加上四菌子汤的话呢 那就是 将近差不多二十味药了 我们能不能经验一点 就是说你在 精 见火 呃 凉血止血的基础上 加上水果要加上 补气的药呢 加一个药 对 黄芹 加一个黄芹 另外呢 还可以就是说 还可以加一个什么呢 或者是不加黄芹也可以加呢 既能益气又能知音的药 先生 现在广东呢 常用一个什么 五枣龙 五枣龙的话呢 有益气的 五枣龙就是和黄芹的作用是一样的 但是呢 它有什么呢 有支音的作用在里面 这个病人 五枣龙是吧 这个病人呢 后来在我们科 就跟着大家干的手说的 用支音降火 凉血止血 加上一些益气的药 益气氧血的药 我们呢 还加了什么呀 加了一个鸡血藤 鸡血藤 鸡血藤我们用量都很大的 三十到五十 接下来以后 病人呢 而且呢 又把激素呢 给他不测 激素的话 不能逐转减量 因为这个病人 他因为这个反复发作 这次发了以后 血下板才两万九 进来的时候 我们处理了首先呢 申请血下板 像这两万的 后来负财后 病人的血下板是掉了什么 这要八千了 在这情况的话呢 第一呢 是要防止病人 颅内出血或者内脏出血 血下板过低的话 很容易出现内脏出血 所以呢 我们申请了血下板 在输完血下板之后呢 那个血下板呢 成了 就开始涨了三到四万 但是三到四万 血下板要是靠外面来的 输的血下板的话 一般是维持几天就没了 所以的话呢 把激素呢 就把重新把激素 激素把它加上去 病人激素减到了二十五毫克 我们把激素呢 又给他加到了什么 加到了六十毫克 技术的用量呢 一般是每公斤一毫克 这个病人比较胖 就是我们还是用了六十毫克 本来是应该用到八十毫克的 但是他们家人的话呢 坚决不同意 后来我们就考虑下来 先给他先加了六十克 加了六十毫克 加了六十毫克 再配合中药治疗 现在病人已经出去 两个月三个月了 现在呢 血下板已经正常了 全身皮肤没有出血点了 现在病人很好 现在激素就开始往下剪 每周 或者是每两周剪一片 就开始慢慢往下剪 但是这样 像这种情况的 激素剪的话呢 一定要呢 反慢剪 第二呢 就是说激素维持到了 大概二十五毫克 左右的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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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个 剂量的时候呢 要特别小心 因为病人什么 容易反复 这反复的情况 经常有些病人有 这些病人由于受凉啊 或者劳累过度以后啊 他容易反复 这是一个血下板 节省性指电的 然后这病房 我们还收了好几个 在脏的病人 也就是这个月才出院的 就三个月出院的 在脏的病人 他的表现就是什么呢 也是皮下预斑 皮下出现预斑预点 有的病人呢 他不会是以皮下预斑预点来进来的 他就是以头晕乏力 一查 血色素减少 血小板减少 然后再进一步检查 做骨刷 一刷 发现呢 确诊呢 就是在脏 所谓战成脏性贫血的话 就是三细减少 就是骨水啊 造血功能极低下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呢 用中药的效果治疗 非常好 现在目前我们 治疗了几个在脏的病人 现在出去以后 呃 刚来的时候 每个星期主要就要输 十个单位的血小板 每个星期要输 十个单位的血小板 结果后来经过我们 用中药治疗 再配合西药治疗 西药的防保素A治疗 现在病人的话 已经有一个月 都没输血小板了 而且呢 血小板开始往上涨 从2万涨到3万 现在涨到4万 那么咱们中医呢 在治疗血液病方面呢 是有它的优势的 第一呢 就是没什么副作用 第二的话呢 这个病人可以长期服药 残疗服药 我们主要是这边 根据病人的辩证 如果有阴虚火旺的 我们就治疑量血 啊 如果气虚的话 气虚血亏的话 我们呢补气养血 残用的话呢 呃 这是刚才我们在讲的 一个是鲑鱼汤是残用的 但是我们一般都是用巴正汤 巴正汤里面加上一些补送的药 所以补送在血液病里面呢 是也是占了比较重要的位置 呃 是吧 松子嘛 那些天 这组些天 那个 孙祖骨 孙水 是吧 所以在治疗上面呢 我们加上呢 上次加一些补送的药 有包括是巴基天啊 索阳啊 布骨子啊等等 另外呢 加大剂量 一个鸡血糖 鸡血糖呢 在很多实验研究啊 这个药的话呢 有能促进骨髓的增生 就是实验研究 所以这个药的话呢 一般还有我们就是 一个是补气 一个是羊血 补气常用呢 就是黄芹 黄芹的量也是比较大 用三了五十 所以病呢 经过几个月的治疗以后 血线呢 逐步逐步呢 稳定 哎呀 骨髓开始增生 这就是我们讲的 呃 给大家讨论的血症 那么这段课的到这里结束 下课 很明显 ただ闲晨 让 thr 那天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